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继续来谈蔡英文她提出了要组大联合政府 她是连讲了四天 从礼拜五再到今天的星期一 今天还在讲连讲四天了 她不断的要重提这个大联合政府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用意 或者说其实是有内幕的 我们来先请教一下 东豪 您怎么解读呢 是紧张了吗 是觉得选情不乐观了吗 对蔡英文的大联合政府我是很好奇 因为在先前的几次总统辩论里面 他其实有已经越来谈到这个概念 可是大联合政府通常是在一个前提之下 就是说他也讲了 蔡英文也讲说 他的治国团队跟进展团队是不一样的 可是大联合政府有一个前提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社会公信的基础 那在整个选举过程之后 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习惯这样的一个基础 因为我们过去这四次总统大选下来 其实蓝绿是分明的 这是政治板块 第二个我们习惯的权责相符 就是说比如说陈伟扁他拿下总统 他就要负他执政的责任 你不能去怪说你在国会是少数或多数 也不管唐飞那个137天是对事 说我就不论这个 你既然你是执政者 行政权在你手上 你执政不好 那就是你扁政府的责任 同样马政府一样适用 所以马英九有一段时间是很凄惨的 09年的八八风灾 马英九的声望是为此而付出代价的 这就是全责相符 那蔡英文想要改变这一切 你用什么说服大家信任你 因为他也讲了这是非常难的 非常高难度的 而且你找谁当隔魁啊 对 那我不认为他是讲宋楚瑜 我试一下的揣测是 他可能是指一些无党籍的 或者是可能是原来有 有这个身份上的一些特殊的人 但是这前提就是说 你这样的做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因为政治上面来讲 诚意有时候过高 或者讲的是太好听的一句话 我们往往怀疑你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比如说你讲协商 协商处理的好当然很好 可是协商处理的不好是分赃 那蔡英文你要用什么告诉我说 你的协商不是分赃 而你的协商是会形成共识 你到时候不是共识 变成是在分赃 你就很糟糕 所以我就觉得说 蔡英文在讲大联合政府的时候 第一个 你不容易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讲清楚你要干什么 你不容易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让中产阶级或者中间选民 取信于人 那反而会觉得说 第一个 民进党显然 你自己我有的人才库 不管你自己过于执政的政务官 或者是你现在台课上 能够找到的人 是不够的 那不够的时候反过来 一般的人会不会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说你事实上你的执政能力是不足的 那这样子你反而暴露自己的缺点 所以我有点看不懂 他为什么在最后阶段提出大联合政府 我不认为说 他一定是觉得自己输掉了 可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要去发酵一个这样的议题 至少在我们再看过去选举的时候 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对不起我举个例子 如果蔡英文今天1月4号当选的时候 马上面对一个困境 就是核四要不要商转 核四他说盖完以后不商转 如果找到国民党 国民党说我要商转 这问题马上就遇到了 明年就遇到了 怎么办 那蔡英文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这就马上遇到问题了 行政院长谁被点名了 宋楚瑜被点名了 王津平也被点名了 辉文你觉得谁要去当他的隔魁呢 蔡英文今天有政内队 他有一个短短的回应 他说谁当行政院长言之过早 所以我就必须讲说 蔡英文抛这个大联合政府的部分 也是言之过早 因为他丢一个议题出来 然后我们就 刚刚沈大法讲说 我们要讨论四天 为什么呢 等你选上了再说 我们一定会去讨论他的可行性 那主持人那倒不见得 我为什么要去讨论 我忽视你就好了 你只要不去讲 你这样的组成 如果你真的当选总统的话 你只要不违宪 你还组成什么圈圈政府 叉叉政什么 随便你啊 因为权力在你手上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的问题是说 要忍受蔡英文这样无厘头的东西 你要再忍受五天 还是要再忍受四年 我是建议五天就好了 四年太痛苦了 有些话 马总统不能讲 国民党不能讲 那我们做评论可以讲 如果今天国民党狠一点 如果 那我把门关起来 我就宣布 国民党以后 刚刚东华讲到五党籍 我也不知道是谁有这个实力 要组大联合政府 不是塞两个部长给你 或什么的 那个不算 只有国民党 国民党就今天耍痕说 不管我输赢如何 我都不会跟民进党合作 这样子恐怕一些中间选民会吓跑 没有必要嘛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金浦冲 他上礼拜讲这个话 后来记者去问他 他也不否认 不要犯错 不准犯错 为什么 我认为金浦冲他很有信心 如果不要犯错 最好是明天就投票 后面三天取消好了 明天就投票好了 那就不要犯错啊 可是蔡英文他们就说 蔡英文他昨天在台北市有讲 他说 他用距离形容 还差一公里 因为观众朋友 你们要自己心领神会 因为我没有五十万 你们要自己心领神会 还差一公里是什么意思 那个晚会的距离 总统府还有一公里 就表示说 他目前还没到那个地步 可是金浦冲的讲法是 不准犯错 那如果输的人 为什么不准犯错呢 输的人为什么不准犯错 输的人他还会在出招嘛 所以我为什么不去谈 这个大联合政府 因为我觉得主持人 你刚刚给我们看 那个连战的讲话很好 我的预测是礼拜六 就这个礼拜六 晚上开完票 14号 对 开完票之后 有一个人要辞当主席 如果辞当主席人是马英九 那话语权 我觉得连战很重要 连战目前在国民党的分量 包括王金平啊什么 都还是会听连战的 那连战昨天都已经讲说 那这跟不跟宪法 蔡英文不要胡说八道 已经讲这么重的话了 我相信如果连战来长度的话 不可能跟蔡英文 因为跟民进党 痛苦的经验 不是只有唐飞 连战也被阿扁摆了一刀 所以不可能嘛 那如果 关了没有 我刚刚讲 一定会跟持党主席 我的预设 如果持党主席人是蔡英文 那我们还理他干什么 大联合政府就到垃圾桶去 到历史山东去了 就不会再讨论了 所以不要中蔡英文的框架 那我的预告是说 在剩下这个四天里面 如果我是民进党 我是蔡英文 我还会再出招 我还会再拼的啦 是光琴 其实原先只听到 他丢出一个大联合政府 大家还来不及反应 他在补一枪说 我们不一定是民进党人 组阁 好 那就其他党有机会 现在又直接点名啊 王金平宋楚瑜 绿营的内部点名 那这个叫什么 深吞宋楚瑜 活泼王金平 这强迫中奖嘛 这是吃人家豆腐哦 那我觉得有几个 这个风险性的评估 我觉得绿营可能没有想到啦 他以为大家这么好骗 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利益是良好的 如果未来他们取得政权 然后国会又不过半的话 这时候草小野大 政务很难推广 这是过去阿扁执政的时候 碰到这个问题 那你不管是 这个那个 或是大联合这个那个 你不管怎么样 他透露一个讯息 I'm not ready 我是不足的 所以我需要外援 我就算当选 我需要靠别人的帮助 那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选战还剩几天 我们看到说 你想列解蓝营 如果不成的话 那很多人帮你绿营再打拼 小英要准备要拿天下这些人说 我是做义工还是怎么样 大家会不会有那种 凝聚力被消失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最后一个 赢者过去人家说全拿 你整碗烹起来 这是蔡英文最近一直常讲的 现在有一个人是说 Come on baby 通通来 现在海话道是说 有我一口 有你一口 大家以后煮大锅饭 赢者我全部拿 用这样一个诱营 这其实是个诱饵 所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选前几天 真的这是一个愚民的政策 可以这么说 谁相信 谁就上蛋 太好骗了 吕修莲都讲说 这个所谓大联合政府 是不是应该先跟党内的人 先商量一下 显然他应该之前是不知道的 沈大佬就你的了解 民进党内部怎么来看大联合 我的了解现在当年有各种推测 那自己动机 大部分的人的讲法是说 选行不如意气 那这个讲出来以后 我想各种配套 准备如何接招 大概都有了 但是大家都没有预计到说 蓝营接这个招 觉得很顺手 而且非常乐意 而且不怕这个议题继续延烧 因为他们讲的振振有词 反而是这个抛议题的蔡英文 有点焦头烂了 那我回到刚刚金晓老讲的说 不准犯错 我同意会问的讲法 会讲不准犯错的话的人 是要守城 这个表示守什么 有城 所以他手上已经有城这个字了 才会讲这样的话 那我来解读一下 一公里还差几% 我们已经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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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也要加财 我在叫主持人 我没有钱 你们真没用耶 我是在掉书袋子耶 哦 古时候的人讲 新白理者伴酒食 所以最后10公里等于50% 那50%去除食的话 一公里等于5% 这个有华吗 这有学问啊 不是嗎 這個可以罰嗎 來賓言論跟主持人有關 這個可以罰嗎 謝謝沈大佬 我們換下一題 那我講宋楚瑜跟王金平 絕對不用宋楚瑜 因為用了宋楚瑜以後 綠的反彈 藍的也反彈 你這個政府的支持度 不用它已經不太行了 用了它更不行 那王金平 因為每次都要吃他豆腐 都以為是王金平跟李登輝 是一道德啦 用了他你就過半 然後怎麼樣 王金平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你想林瑞雄是我的同學 王金平是我的學弟 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人的聰明才是 不相上下的 王金平跟不一樣爽 他要造反勞走造反完畢了 王金平現在你看 他樂著做立法院長 哭風喚雨也很快樂 而且他好好 好好這樣坐下去 他這個四年做完以後 我認為還有四年 做八個年來的地方 他一定比較鬆的 去做你蔡英文的行政 你做蔡英的行政 不曉得做多久 不曉得做多久 而且一下來就沒了 一下來就要回路地 回路主廂 所以吃人家豆腐 我覺得這個是喊一喊就好了 我覺得是大家想一想 就覺得說你是在說什麼 你是在說自己開心的 我覺得他是 蔡英文總結一句 他喊這個話 是在搶救他的選情 好這個是非常言解意該的結論 好我們來看這個挺宋挺馬 這個花蓮縣長傅崑奇 終於表態了 我們看到今天早上 他出席挺馬大會 而且還從國民黨 榮譽主席吳伯雄的手上 接下了戰棋 公開要花蓮鄉親 把總統票投給馬英九 但是他有說 希望大家把政黨票投給親民黨 舉起手來跟著喊動算 再從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手上 接下戰棋 身為宋楚瑜子弟兵 顧昆奇氣送寶馬 忍了好久 宣前五天 終於公開表態 總統 讓馬英九繼續坐鎮台灣 多一些能夠幫他做事情的人 請大家 政黨要給宋主席一個公道 一邊是藍一邊是菊 向來力挺宋楚瑜的復婚旗 最後用分裂投票 象徵兩邊都不得罪 不忘強調抉擇過程很困難 宋主席是我畢生的導師 我對他的尊敬 絕對不敢造勢 我在兩個月前 究竟很清楚地跟宋主席報告 我為了34萬鄉親 總統大選的部分 我有困難 話語中畢生遵送 復婚旗先前替宋楚瑜送出10萬連署書 現在投票在一集 表態停馬 在化罪的街頭的花蓮 具有指標意義 前一天宋楚瑜造訪花蓮 復婚旗親自接機 隔天獻宣停馬大會 想要展現情意 但政治現實依舊讓他做出現實的選擇 追逐調查理劉小琪 花蓮台北綜合報導 好我們看到傅昆旗這樣的做法 他說總統就投給馬英九吧 贊黨票投給親民黨 這樣是兩全其美嗎 輝文你怎麼來看 傅昆旗今天這樣的站台提到 對因為關於傅昆旗的部分 有其實應該是 我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2005年 馬總統馬主席 他國民黨他不願意提名 傅昆旗選花蓮縣長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當傅昆旗他有案在身 那時候因為我是花蓮人 我就覺得很丟臉 我不是替傅昆旗丟臉 我是替花蓮人覺得很丟臉 出這個事情 傅昆旗他當然高票當選花蓮縣長 擊敗國民黨提名的杜立華 那他在有些民調 什麼六星級五星級的縣長裡面 他排名很好 他第一名 這一點我也覺得很丟臉 對 我真的 那花蓮黨那樣 那這次親民黨的部分 就是宋楚瑜從去年七月 一直說要參選 包括什麼聯署 到今天早上這個 他跟吳伯雄同臺這個 臺灣獎我也覺得很丟臉 我實在是 我選擇是沒辦法啦 那我必須跟大家講就是說 花蓮的選民是欠傅昆旗人情 這個是真的 傅昆旗他以前從內來 他常常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 就在那個邊緣你知道嗎 他會發米啊 發油啊 我們台北市也有幾個立委 你在學一步 我就不知道這什麼招 我沒有米也沒有油 那我怎麼選 我自己都缺米缺油 花蓮的 我欠你人情不容易 那我很質疑說 花蓮的朋友難道今天要傅昆旗來表態 你才知道說 那我要投誰 投哪一個候選人嗎 應該也不至於啦 那今天國民黨由吳伯雄出面 我是覺得有點遺憾 因為畢竟吳伯雄他是榮譽黨主席 國民黨才兩個榮譽黨主席 那如果馬英九不提名你 那甚至後來傅昆旗他現在是無黨籍 他也不是親民黨的 那你說我要停馬 那馬應該是會迴避跟他同台啦 但是我倒覺得做這些動作 其實花蓮的公民數也20萬左右而已 能夠開出來的投票率成本 開出來票有限 我覺得大家可以 如果能夠忽略這個部分 我會比較開心啦 因為這個實在是滿丟臉的 是 施誠 我跟你講 因為 對 這個是半個花蓮人 對 我是花蓮的半子 半子 對 你要叫我半個丟臉嗎 我跟你講 因為我了解一下 其實因為傅昆旗本身有推薦一個張紙超 我了解說他們在南花蓮 其實打得難分難捨 他們現在等於兩個 他跟國民黨的王廷森 要決戰北花蓮 就是吉安跟花蓮市 我相信喔 我覺得傅昆旗去想 可能是想說 宋楚瑜在當初選台北市 是母雞才死小雞 我覺得他認為啊 如果這樣分裂投票 或許對他的 我對他推薦這樣的候選人 或許有幫助 我是這樣猜嘛 就是說你政党票給新兵黨 然後這個總統票給馬英九 然後再另外一個票 就選我推薦的人 或許他這樣的思維 因為現在的情況是如此啊 他是分裂在支持人 支持我自己的 支持我自己的立委候選人 然後支持政黨票給清兵黨 支持這個總統票給馬英九 他現在就是這樣子 這樣操作 我覺得他認為對自己最有利吧 我想是這樣子 是 東豪也點頭了 你覺得是這樣的 真的是的確兩全其美的做法 其實他就是希望能夠面面俱到 但是能不能最後面面俱到未必 不過你會注意去看的話 他說他是為了花蓮的選民 為了花蓮的民眾 所以才做出這樣的決定 我是看不出來跟花蓮的民眾有什麼關係 不過跟付寬天自己的政治生命 會有比較密切的關係 其實從一開始 他其實付寬天的態度 我覺得是沒有變過 他就是所謂的挺送寶馬 然後寶馬挺送 寶馬是優先的 挺送就是一直希望送能夠 往不分區或往區域裡面走 你就像說這個因為像劉文雄那天也在花蓮 劉文雄也蠻熟的 他本來也是希望能夠爭取去花園選立委 那傅崑崎如果有這個資源 為什麼不支持同樣是過去同黨的同志呢 已經在親民黨出來的 所以整個局勢裡面看得出來 他挺馬這件事情 寶馬這件事情本來就不會改變的 可是就他自己在花蓮的政治地盤上面來講 他也不會讓國民黨能夠威脅到他 我覺得他所有的這個安排 不管他口號怎麼變政黨票立委票總統票怎麼分裂 最後就一件事情 就是繼續鞏固傅崑崎在花蓮的地位 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主席我補充一下 因為傅崑崎他們在這個 當然吳崑玉他要講 親民黨發言講說 有案件 他要案件 傅崑崎有兩個案子 一個案子在最高法院 一個案子在高端法院 高端法院那個還不可怕 因為他是根審 那最高法院那個如果宣下去 傅崑崎現場不用幹了 就直接進去了 那傅崑崎那案子已經很多年了 十幾年前的案子 同案的被告已經關完出來 傅崑崎還在幹縣長 這司法有什麼正義可言呢 那我特別要講 陳振勝 他在友台的訪問裡面 陳振勝講說 馬英九控制最高法院 馬英九控制最高法院 我們怎麼不曉得 如果控制最高法院 2009年 就是我剛剛講提名 縣長那一次 那時候他現在在高院 案子其實在最高 那時候我不要發揮 我直接把你把你 把你扣掉你就進去了 因為現在的華年縣長 那杜立華 怎麼輪到你副崑崎 搞不好叫葉金川也有可能 怎麼會輪到你副崑崎呢 所以主持人我現在講這個意思 就是說如果最近 或是說選後 因為在農曆年前可能不會 依照慣例是不會的 可能等到農曆過年之後 然後一宣說 假設你要進去關 副崑崎要講什麼 你很不認真 我聽你還關我 然後又把他老婆推去選縣長 因為縣長等下補選 不行 變成這樣 這樣拉得有意思 這樣才沒意思 好 我們等一下回來 繼續來看看 連劉文雄也開砲了 稍後回來